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转计划 我们的翻转计划现在目前比较清晰的是 比如说凡客有几个非常优秀的产品的品牌 像我们的T恤、Polo、帆布鞋、衬衫、裤衣 这些非常优秀的 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价值链的这些产品 我们自己要进一步的把它做好 作为凡客品牌来说 另外一些我们能够意识到是很大的品类 每份客的用户的需求也非常大的这些品类 我们会寻求跟传统服装产业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担生新的子品牌 当然大家也看到我们最近在寻求收购一些传统品牌 来形成自己的一个品牌集群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机会 而且这个实际上已经在实施中了 所以这两个就是说 做好凡客已经有非常好的完整的价值链的这些产品 然后同时寻求出现一个凡客的联合品牌的集群也好 或者说收购一些品牌也好 来丰富整个凡客品牌的产品的这个 因为你必须有更多的产品给自己的运动才好 你刚才就说你会考虑一下收购其他的品牌 是 有没有觉得现在就特别重视 有 有 能说吗 不能说 因为我们年初的时候刚刚收购了出客 而且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 出客作为一个很小的文艺腔 腔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就拿到凡客 拿到凡客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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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旗下以后 它的销售非常的快 它是它原计 原计划这个品牌的成品上销售八个月 其实在凡客只销售了四天 就没有货了 最近刚刚又组织了一批新的货 所以我觉得这些差异化的 有个性的这些品牌 在和凡客一起合作也好 或者说成为凡客的子品牌也好 肯定是凡客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且因为凡客有出客在前 所以现在很多互联网品牌也好 包括一些个性化的设计师品牌也好 都在寻求跟凡客来探讨一个新的合作方式 当然也有就是直接来说 说我能不能就 赶快就把我收购了 你等着已经非常着急了 半个月前就说能不能赶快就把我收购了 等着我们再看 我们这个需要有一个筛选的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